6月3日,吴亦凡被曝和多位林林后网红业爱的瓜在网上愈演愈烈,让不少吃瓜群众大跌眼镜 2日晚,有网友自称是世界女主,多美竹的朋友,声称早在2020年12月时,多美竹就告诉自己与男星吴亦凡正是在一起了 但因为害怕影响吴亦凡的事业,所以只将恋情告诉好友 结果4月份,吴亦凡却无缘无故大玩失踪,承受不了心理落差的多美竹一度患上了抑郁症 为此其好友出于打抱不平的心态勇敢发声,还附上了多张聊天截图 就在网友都美竹出面后不久,又有数名女网红站出来指正,声称自己和吴亦凡有过恋爱关系 且全部都晒聊天记录,一时间外界对于吴亦凡到底有几个女朋友的调侃层出不穷 而根据后续的了解,其中最后一位出面爆料的宋宋蔡已经发布盗窃声明 吴亦凡工作室直接转发了律师声明,近日社交媒体平台中发布抹黑吴亦凡,造成极其恶劣的影响 是法院,坚决抵制恶意造谣行为,希望大家静候按见后续结果吧